大家好,我叫刘祥宇,来自山东济南 我喜欢唱歌跳舞 在大学期间进行过拉丁以及模特的培训 并考取了拉丁教师资格证 之前在做服务员销售酸奶的时候 荣获了酸奶小公主的称号 让我具备了一定的销售能力 因此我寻求一份人事或者是销售的工作 谢谢大家 文雷老师好 常关系上是你的 是我的父母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 两个人怎么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会有关系了,你看 你看这会就有关系了 刚开始两个人好像分别是不同家庭的代表 来介绍一下自己 图雷老师非常喜欢你 我光看这个非女莫属就看了有差不多四年左右吧 我孩子上非女莫属 就连他选这个专业 都是我看了你的非女莫属以后 他选了这个人力资源管理这个专业 所以今天我的孩子也上这来找工作了 当着自己老公的面说喜欢别的男人不好 我老公不吃醋没关系 他喜欢吃酱油 来,旁边的大鸽子我介绍一下 他还捂着嘴笑,我的天哪 图老师 非常喜欢你主持的节目 谢谢 您真喜欢吃酱油,不喜欢吃醋 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您说一下,您女儿到这来应聘 您此时此刻的心情 首先说我非常激动 最起码他能站在补台上不 不 不处 对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建筑工人 大姐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就家庭妇女 就是有时间的话吧 我就打打零工 那您家里除了这一个孩子之外 还有别的孩子呢 还有一个男孩 今年13岁了也来了 不过今天他没来到现场 他在宾馆里面挨手机呢 在宾馆里挨手机都不来为姐姐助阵 看样子对儿子惯得不行啊 没有 我对儿子和女儿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吗 不是 当初要弟弟的时候你是反对的吗 我不反对 有个弟弟当时觉得有个听话的弟弟挺好 现在后悔吗 现在后悔 其实我觉得你爸妈应该挺 对你挺好 你看你是人力次元专 但是你去学了舞蹈 我相信这学舞蹈也是父母支持的吧 对父母一直 花钱了吧 总共花了两万多 两万多学拉丁舞 对 这不是哪个家庭都会支持的吧 对 大哥大姐当年决定花两万多 让女儿去学这个跳舞 这个决定很难下吧 不难下 不难下 舍得 对舍得 而且我还想让他学点别的 像什么古增啊什么的 我希望孩子能多学点东西 我们家不需要钱多少钱 我想让两个孩子多学东西 你花两万多给他 你们吃饭度日不就要勒紧裤腰带子 那无所谓 我感觉孩子多学点东西以后 对他有好处 我问问你们 你们平时都买些什么菜吃啊 冬天就白菜便宜 天天吃白菜啊 差不多吧 炖点肉不 炖点肉 炖点肉 你新衣服穿了几年 谁要在家是今年刚买的 今年刚买的多少钱 九十九块钱 爹呢 爹买了新衣服吗 今天还没买 没买啊 对 您抽烟吗 不抽烟 您喝酒吗 不喝 说句实在话觉得日子过得紧吗 是有点紧 但是还是舍得花钱给孩子身上 对 那所以你对女儿和儿子将来的盼望 是希望他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说吧 我希望孩子就是说 比我们的生活能好一点 然后就是说过得快乐一点 幸福一点就可以了 你觉得自己苦啊 虽然说我老公就是说话不多 但是他的人挺善良 我感觉还挺幸福的 真正的幸福并不在于说 你取得多大的成就 而就是日常生活的一些小事 往往就是在几块钱的菜 还几毛钱的价 是吧 再添点小东西 这就是幸福 回到你这儿来 你还想做主播 之前就想过做主播 你有自己的号吗 有 但是因为就是之前一直在学艺术嘛 所以就没有时间去拍 你好像很喜欢艺术 对 那你当初你选人力资源干嘛 就是因为父母看了非你莫属 自从我看了这个节目以后吧 我就看这个应聘 这个人力资源的人是最少的 所以说我感觉孩子应该好找工作 没人抢是吧 对 也有那个意思 就父母啊 我们都说他吃过的盐 比我们吃过的米多对吧 听父母的话 他有生活经验 所以很多情况下 到最后都证明父母是对的 但你要让父母当时就说出他的逻辑 他说不出来 我也不知道 我怎么判断出这个工作不行 这个人不行 但是为什么到最后都证明父母是对的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父母了解孩子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听父母还是有科学一句的 当然也不能全听 但是做直播这个事 你觉得对于你来说是一种长远的工作规划吗 因为做直播现在人太多了 直播只是我的一个爱好 我不太喜欢学习 他倒是挺直接 不太像的 那很喜欢艺术是吗 我内心想的是就是文艺类的 我可以在工作的同时 就是业余的时间就可以做点直播 你了解这也好吗 你在抖音上你刷得过谁 李佳琦 你模仿一下李佳琦直播行不行 你来创新一下情绪激动一点 可以夸张一点 然后再结合你的拉丁动作 来看一下 太美的好了 山东话也是 三二一开始 我的天啊 这个口红颜色也太好看了吧 涂上它就是特别显白 我们可以抓紧来买它 你这个还要不行 要再夸张一些 好拘解啊 他还是性格平和了一些 对 他平时话多吗 平时话挺多的 是那种很喜欢表现的性格吗 经常对待镜子臭眉而去 还经常唱歌 还经常唱歌 对 还经常让你们逼着你们看 对 还逼着我没听 是吧 对 你看你在台上怎么不这样呢 就可能 待会第二环节 文艺展示的时候 要好好展示啊 到这来就是展示自己 我觉得他跟我小的时候一样 就是那种叫熟人熟 对吧 但是到了陌生人就特别拘调 大哥大姐 你们的排位是什么 最希望他做什么 文艺还是人事 我感觉还是由他自己选择吧 听他的 他毕竟喜欢 对 人事 你是讨厌 还只是说 不喜欢也不排斥 说实话就有点讨厌 如果有点讨厌的话 我们首先就不要勉强 把人事先放到一边去 销售和这个艺术 这两个方面 销售你也讨厌吗 不讨厌 销售挣钱多 所以你要多少钱一个月呢 四千 四千 对 你有意向企业吗 翠生生 那人最喜欢那个人 人 我喜欢李浩阳 哎呀 李浩阳要做女婿啦 可以可以回答吗 怪不得刚刚叫是阿姨叔叔呢 来来来 可以回答吗 你喜欢李浩阳的什么 我便宜他了 性格吧 天哪 不是我兄你 还有什么 我害怕吗 还有什么 我不害怕 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 我就和立总就很像 就是有共同点 真没看出来 哎 爸爸妈妈如果将来要找女婿 会找这种性格的吗 我觉得虽然是立总 有时候吧 有点 刻薄 经常可以对人 就是说 差不多最近一年多的时间 我发现他挺好的 得到了默许啊 得到了默许 第一轮先选一下 来第一轮选择去火力 还有十盏灯 还有十盏灯 天生我有才 天生我有才